欢迎回到9月27号的声鱼红钟,教授 我们又是连线去做一个节目 教授,你现在在美国吗?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我们又在不同的时区做节目 好了,这个星期就好像是好消息,好像是年年 夹杂着,一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因为昨天《立场新闻》有判决 判决出来,现在你看到钟佩权需要再还压 因为他判了21个月 他本身已经是之前拘留的时间 大概有9个半月 现在就不可以享有 不可以当行为良好,扣三分一是老讽的了 你预计他要坐9个半月 而且判刑已经接近上限,很近上限 很近上限 这项罪名判到尽,应该判两年 现在是从21个月来算起 是的,两年 究竟这个判决出来,能否得到社会人心 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呢? 你看到是平行时空 一方面,记协已经走出来了 已经对新闻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另外其他的机构 例如无国家记者 就说立下危险的先例 国际特色组织就说制造寒潜效应 以恐惧治国 香港监察就说李家超应该感到羞耻 资讯中心就说错误 而且是恃辱的司法决定 香港海外传媒协会 其实是在伦敦的 一班前传媒人 就说香港已经完全和中国法律接轨了 你看到民间,一些新闻界的朋友 国际社会就这样回应 但是所谓平行时空的意思 特区政府自己也出了声明 就说这个判决是彰显公义 你看到自己就自欺欺人 但是外面的社会 香港就很难说了 因为香港好像昨天就说 有新闻界走会 新闻界走会 其实你不敢出声 现在都只能够是 你不可以说有没有风骨 这些事情 只能够是沉默 大家知道这件事的性质 我经常都说 大家只要有留意到 这件事由开始審讯 过程里面的指控荒谬 而且你看到他 几个星期前 当法庭判决他们是有罪的时候 大家不记得 当时的法官是自己打到自己的 他推翻自己两年前在阳川案 最煽动的灵意 要有动机 要有动机 要有意图 即是说 这件事呢 特区政府和法院 随意搬龙门 当日针对阳川案 就是一个龙门 现在是另一个龙门 所以政治迫害的意味 已经很明显 再说 现在判刑 老实说 你现在判刑是用到 他判刑上限的 十分接近的21个去做起点 是吧 那你有什么理由 即是法官所谓 不相信这个 他是在做全媒工作者的这些事情 他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審理的论据去证明这一点呢 很明显这件事是有了结论 然后才去立下这个判決裁决结果 然后现在要判他判了一个月 如果以这件事的成绩来说 是一个极其重的判刑 我觉得这件事本身也不用争议了 很明显是一个带有十分之强烈 政治检控意味的政治迫害事件 所以特区政府的反应 一点都不意外 他必然是这样反应 不是怎样的 因为这件事是他搞出来的 是吧 只不过现在法庭配合他的需要 我觉得钟沛权先生 在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定 以致他在答辩的时候 作出一些对新闻自由 一份回体 应该怎么看这些不同的争议 或者怎么样 作出一个 我觉得很有典范性的一些陈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就算现在配了他刑 大家公道自在人心 心里有数 都知道这件事的性格是什么 嗯 刚才教授你说 国伟建法官 他推翻自己阳川案的判决 就是原则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煽动罪 以至到23条加勒 为煽动罪加勒 其实邓炳强 政府多次澄清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煽动不是乱禁 不会限制你言论自由的 那就是言论自由也还有的 只不过不是全罪的意思 就是他说入罪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看你有没有犯罪的意图 有没有煽动的意图 有没有国安的意图 有没有善意 就是这样的嘛 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呢 所谓郭伟建 自己掌嘴 自己的判案原则 就是说除了说意图之外 他觉得都还不够 他就要加上妄固的 妄固后果 他说妄固煽动后果 妄固煽动后果 尤其你叫一个新闻机构 妄固煽动后果 这个是极致离谱的 我做新闻 我就是是其是非 是事实我就报道 不是老屈我就不会老作 就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你叫我妄固煽动后果的话 谁有权定义 后果是什么 后果可以有几百样不同的可能 只有神才知道 就算邓炳强 你都不知道一个人 拿着一把刀在街上 是不是一定斩人 你只要你其中一个后果 可以拿来斩人 所以一把刀 拿着一把生果刀 都不行 就算我在大家吃鞠棒 我拿着一把刀鞠棒 你把刀可以鞠鞠棒 拿来鞠人 可以拿来襲击人 那不给你用 你看到国安法的判决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就是对铁骑案 就是唐英杰案 就是这样 他只要可以危害国家安全 他就凌枉物重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要求一个报章篇辑 差不多要了解 文章作者的每一字 每一句 背后的容易 可能有得到的诠释 以及判断 作者有没有煽动的要途 其实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假定这个篇辑是全知的 什么都知道的 而这个法院也假定 警察政府 是什么都知道的 知道你的动机 这么容易吗 这么容易知道 如果法庭判裁决 往往只是说这些根本只虚乌有的 大家都不能够准确裁断的 所谓的动机 就是一个判论基础 这个法院根本是 你不能说的 现在明显是任何法官说的 是吧 我现在不用理你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意图的 我只是看你 是否军文章 是否有这个煽动效果 如果我认为有煽动效果 你还用灯的话 已经是产生煽动的 违法煽动的罪行 你这个法官认为 这篇文章有煽动效果 他上次的判词也是这样 有这篇文章有这篇文章 也没有 这个全部和法官的一己裁决去决定 到时 那篇辑和你的裁决不同 你认为这篇文章有煽动效果 我真的看不到 我不知道作者是否真的这么想 如果这样的话 做编辑的人 是无险可守的 任理说的 是吧 你也要求 编辑 是对作者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清楚知道 他的意图 这个很明显 common sense 都知道 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根本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嗯 问题就在于 你现在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 你如果 妄固煽动后果都可以入罪的话 即是说 记者 编辑 没可能是神 没可能是全知的 但是 就直接是鼓励他们自我审查 就是照做党委 就是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令到政府不悦 是不是令到 就是邓炳强 就会觉得 你是会妄固煽动后果的 尤其是郭伟健也都这么说的 你可以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社会背景 現在是非常之危险 对立 国安都每天都在冲击 然后前途 沒有去考慮社會背景,當時的環境 然後登這些文章,令到所上的加油 所以他才覺得 2019年的抗爭事件,立場新聞是有份的 他說是抗爭的,不是做新聞機構 他是抗爭的 他只是說不相信立場新聞是一個新聞機構 是呀,是這麼說的 即是說要做黨媒才行 當時很多官員,很多建制派人士說了很多說話 如果你說超動對立,不理會客觀的社會形勢的話 可能林鄭月娥,李家超的犯罪,犯罪的嚴重也不成功 一定是呀 我們看到一開始,這就是回帶,整個反送中的抗爭 由6月到年底的12月,這半年內 每一次升級都是因為警暴升級 而政府的不公的執法 才令到火上加油 而立場新聞以至評估日報,只不過是將這些新聞如實報道 你現在說他們報道了這些事實 就叫妄顧後果 即是跟你一齊 即是跟你當時林鄭在一起 掩蓋事實 然後幫你推波助瀾就是對的 是不是這樣 即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就已經沒有新聞自由了 你現在所謂具有煽動效果的文章 我們幾個星期前都說過了 例如歐加倫那篇 他從國際定義的角度解釋什麼叫煽動 這位法官對於煽動的法官對於煽動的裁定 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常識 是相違背的 但是你現在由這位法官代定他的文章是煽動的 有煽動的意圖 然後你立場新聞刊登出來 就是煽動了 即是說 我剛才說了 做報章編輯是無險可守的 你任何文章都可以被指為具有煽動效果 而你刊登就死定了 即是以後的編輯不用做了 即是你叫這些編輯以後不要刊登 不要說只是報道鄧炳強說什麼 報道自己家超說什麼 只可以這樣做 與此同時 不只是立場新聞的判決 有一個星期之前 記協也做了記者會 其實我們也報導過 他們很多記協的執委 骨幹成員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恐嚇 甚至是蓋及他們家人 我就說 郭偉健也好 你現在看到國安法官 是很離譜的 判七二一案 你說白衣人 是黑社會 那就叫做煽動對立 火上加油 令到 林卓廷就等於號召很多人 去到這個暴動現場 參與暴動 我現在說回一個問題 即是現在誰是黑社會 如果說黑社會就是煽動的話 我覺得現在 威脅他們的人就是黑社會 威脅記者的人就是黑社會 為什麼會 比黑社會還衰 因為黑社會 有所謂叫禍不及家人 為什麼對付記者 為什麼香港可以發生這些事情 我不是說政權做 但是為什麼可以默許 有這些事情出現 然後完全當看不到 不理 李家超就說你可以報案 但是我們可以報案 報案 但是有沒有做事才行 為什麼你整個政府 為什麼你整個政府 對你枝微綠豆的事 黃店 有沒有商業登記 有沒有商業註冊 那些什麼 食環 為什麼 為什麼拿著少少東西 就在那裏 又要執法 整隊人 拉隊 一年 一個禮拜 去足差不多 七天 可以這樣 然後對這些事情 公然恐嚇記者的事情 視而不見 你剛才說到另一宗案件 你就要公平執法 你剛才說到另一宗案件 那些法官的說法 充分說明現在這個法院 及部分的所謂國安法官 那些偏頗 那些偏頗和那些早有結論 然後私人審過特色 他的說法說到差不多 你不可以指責白衣人 認同白衣人是保家壞國 你不可以指責他們 他們做的任何事 如果你將他們污名化的話 可能已經是令到你 就要把罪咒 放在你那裏 這樣也行 但大家很清楚 你要看前因後果 721 在襲擊元朗站之前 那些白衣人在那個區域做什麼 拿幾層小在那裏誓師 在區域裏面巡遊 是不是 那這個為什麼你跟那個事由不說呢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也是一樣的 就是根本這些案件的裁決 是有了結論的了 就是要誣 林卓廷 現在就是要誣你通貝權 所以我就用各種 總之 有了結論 決定要 入你們罪 我們才找理由去說 變成你 他這些法官說的話 就是自己之間互相矛盾 是啊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你說記者的問題也好 法官的判決 就是這些不公的問題 其實尤其是記者的問題 在星期三的時間 FCC 即是外國記者協會裏面 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 那個公共關係部 發言人叫王景裔 出席了這個外國記者協會的午餐會之後呢 就有答案環節 我們卿姐 劉慧卿 就是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其實以前是一個資深記者 他就幫那些記者出聲 首先他就說 過去 有記協裏面 有幾十個記者 投訴被滋擾 影響到他們的機構 雇主 房東 家人 涉及恐嚇 刑事恐嚇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人還有沒有1997年 之前的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 中央會不會保證 履行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呢 這個王景裔怎麼回答呢 他就沒有回應到記者被恐嚇的問題 純粹就說 習主席說過一國兩制是會長期執行 我可以保證 就會堅守這個政策 我想 是會不止益五十年 但是 一國兩制有兩面 不能夠止漢日兩制 還有一國的 也總有一些紅線的 就不是不可以推翻政府 不可以提倡港獨 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市民才有全部的自由 那意思是怎樣 什麼都沒有說過 什麼都沒有說過 等於我們字畫天台 在報導這些文章的時候 那張圖 根據他的分析 就這樣說 他這樣說法的意思 雖然說紅線之外 什麼都會有 雖然是劉宥兆的解讀 雖然是劉宥兆的解讀 香港政府已經說了不當香港有 香港人心知土命 根本就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已經是中聯辦治港 或港部辦治港 是吧 已經是共幹治港 其實 這個問題就是 中共的政權的特點就是 他做到的事都爛了 他原來都說自己正在做正常的事 就是這個意思 他這樣說 他是搬龍門的 是變的 但是我不讓你說我變 是的 我既要變 但是我又不讓你說我變 我說沒有變過 我變緊 即是說 你跟我說 記者被騷擾 首先他不回答你記不記者 我根本在心裏 我都不當他們記者 等於鄧炳強 他都不當他們記者 什麼記者協會 沒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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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外媒 我以為是外國記者協會 這樣 又沒有代表性 那些很業餘的那些人 那些學生那些又說他記者 是吧 都沒有一條 都沒有標準在這裏 沒有認受性的 現在你對照 黃景瑞所說 不能夠只看一國 還要看兩制 不是 不能夠只看兩制 還有一國 有些紅線 暗示 這群被恐嚇的人 其實就是觸犯了紅線 是不是這樣 我是兄姐我就這樣追問 你是不是說這群記協的人 他們是觸犯了紅線 所以活該呀 受到恐嚇呀 那你會不會覺得 就算他們 就算他們 犯了一罰 那你就找國安抓他們 為什麼他們會有 黑社會式的恐怖 這些恐嚇 是吧 不合理 這個鞋子 所以說到尾 你721那些白衣人也好 現在走去恐嚇記者那些人也好 大家都心裡有數 如果我說這些人 肯定是國家隊來的 這根本就是國家級的行為 正如我們上次也說到 為什麼 一些被恐嚇記者的家人的資料 可以這麼容易被人拿到 誰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是吧 你現在 這個外交部署港 官員公署的官員 他們迴避去批評這些行為 他們迴避 問你 怎樣處理 他不回答 這些記者受到的資料問題 有多嚴重 我上次說 如果 新聞自由是這麼重要 你甚至是基本法都寫了 現在有幾十個記者被人滋擾 無論特區政府也好 或者說外交部也好 港澳辦也好 都有責任罕在基本法 讓你回避的問題 反而倒閉就說另一件事 自由是有的 不過在自由 在紅線之外 那就不包了 這樣說法 這個說法 說明了那些恐嚇的人 那個授權 那個默許是來自哪裡 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我就說 這類行為肯定是有國家級的支持在背後 肯定是有這個政權的支持在背後 只不過這個政府現在 大家都知道這個政府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七、二、一、八、二人 一個一個放了 反而林卓廷被人告暴動 是吧 是吧 這個意思是清清楚楚 根本這些行為 符合這個 所謂政權的需要和目的行為 那誰會鼓動這些人 或者授權這些人 去做這些事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清清楚楚 我覺得我們國人心裡有數 所以才會有這麼尷尬的 除非他們回避 去回答這個問題 是啊 所以其實這個 你說記者這個問題 你已經不要搞了 就是 大家都已經 印象是極之深刻 香港的新聞自由 已經沒有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這些承諾 但是呢 就是另一方面 我也要說一些 平衡 不要被人說我們 罔顧 煽動後果 首先有些好消息的 譬如這個星期 就說 香港 那個叫做 國際金融中心的 排名 上升回 第三位 很厲害 是吧 重新三甲 我看到那些 極肉賣樓的人士 KOL 是吧 樓市市片師 樓市演員 那些 這個乘機就說 現在香港 早前又說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是吧 現在 突然間 就變回第三 這麼神奇的 再神奇呢 最神奇的 都神奇不過 一邊賬好樓市 原本就說 萬事俱備 被剪欠減息 突然間 你自己看好 香港那個樓市 可以上回去了 自己又在這個時候賣樓 信得真心賣全層 是呀 是呀 這樣賺了很多 我就給你感覺 一方面 就跟你說 唱好 是呀 香港第三 排第三 上回去了 是吧 讓那些 看壞香港的人 跌眼鏡 但另一方面 就是身體最誠實 自己真的 就是給人感覺 你借好消息來散貨 現在事實上是這樣的 肯定是這樣的 那好了 講回這個排名 這個排名 其實是什麼機構搞的呢 就是英國智庫 ZN 集團 和中國深圳綜合開放研究院 就在韓國釜山 聯合發佈的 第3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 就說新加坡兩年來 再度超越 香港就兩年來 再度超越新加坡 比起排在第2的倫敦 學校落後一位 是 很厲害 是 原因就是 他這次的整體評分 大升8分 五個金融中心裏面 升得最多一個 這兩年來發生什麼事 營商環境 人力資本 基建 聲譽 綜合 分項裏面 獲得最高分 高評分 但是 這個評分 是由一個 來自深圳的機構去參與 這個第一件事 整件事 已經充滿了這個詭異 第二 你說到那些評分的標準 香港過去一年 基建 升得這麼高 問題 大家在香港生活 都是那些 但是在香港生活 你看到的就是空舖處處 很多舖頭都倒閉 很多機構都倒閉 寫字樓空置率16點多 我看到好處的 教授 當你吉舖多的時候 以前就說 所謂什麼鑰匙盤 鑰匙盤很難看 現在就不是 你任何時候看盤都行 以前你找 代表 幫你租 寫字樓 或者租 舖頭 你可能都很難找到人 現在很容易 容易 容易阻擋 現在是 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你容易阻擋 他沒有寫這些東西下去 但是 我就說 你信這個排名多一點 還是信 與此同時 差不多上個星期的時間 在9月17號 一個星期之差 上個星期經濟又學人的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發表的 白皮書 就是叫做 亞洲金融中心的變化 哪些市場會脫穎而出 這個報告 不是說排名 純粹說 亞太區內 究竟 現在國際金融中心 就是 那個重要角色 在區內 現在的生態是如何 他裏面的報告 有個結論 現在新加坡正準備迎接 股市的復甦 香港就退居而善 又預料 更加多金融業務 就會由 香港就遷往新加坡 或者其他 新興的金融中心 問題是怎樣呢 這個就跟剛才 我們所說的 Z yen的排名 喂 有出入 為什麼會有出入 看法不同 看法就是有些因素 這個經濟學人 他很重視 而剛才Z yen集團 是完全看不到的 或者不想說的 不想說的 其中一件 就是 他的報告分析 為什麼香港 現在的業務要撤出 就是因為中國 持續打壓香港 樞紐 商業樞紐的角色 向新加坡 從中得益 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新加坡市場穩定 和低稅率 這些條件 亦都引入大量的資本 引入 這樣 亦都說 香港另一個問題 就是股市下跌 和增長放緩 作為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重要地位是被減弱 中國又持續打壓 中國打壓香港 不是又送紅貓 又成的嗎 是啊 然後IPO 然後又會有很多IPO 集資 不是這類的東西嗎 當然 你說所謂 這些排名遊戲 我們都明白 不同機構 有時候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所以德性的排名結果 就會不同 很自然 但現在問題就是 排名第三 這個報告 我們看到 第一 他做這個排名的其中一個機構 就是來自深圳的機構 你可想而知 在現在的主權率下 要窗戶一國兩制 這個已經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 他用了標準 跟我們感受到的 完全不同 香港基建進步了很多 過去一年 在香港生活的人 你敢不敢感受到 香港在這個營商機建進步了很多 我们看到那个第二中端 去实买选了检 Snyů 检シ Seloy 我们看到的,有十多百分之中的架沉箱下 我们看到的全外也特别恐怖 我们看到 prze香港很多想要带拳拳这些 但是國內的餐飲都要打退堂會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用來裁斷香港的金融中央地位的標準 跟我們感受到是完全不一致的 你說現在香港很高分 還有其中一件事就是國安法問題 因為國安法問題兩個看法是不同的 經濟學人的看法和剛才我們所說的ZN集團的看法是不同的 經濟學人說國安法 他都有認同 就是幫助香港恢復政治穩定的 那政治穩定還是政治穩定 就是說大規模的示威影響秩序的風險就大幅下降 但同時間反映香港在公民社會的發展方面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個正正令到香港將自己的金融業務向新加坡拱手商鴻 你說新加坡 你以為新加坡很民主嗎 新加坡很國安法嗎 都說給你清楚 他不會像你那麼辣 不會像你那麼辣 有路可足 法庭不會那麼肉酸 是啊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說剛才那些記者新聞自由的問題 立場新聞的判決 為什麼全世界會惡名超商 這個是會更加對香港的沉重打擊 因為變成了一個鮮例 你在這裡 香港你是作國就是金融中心 對外是開放的經濟體 你作為開放的經濟體 你一定要令到外商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是愛國人來這裡重商 都會獲得公平的待遇 這個跟大陸不同 公平的待遇有很多配套 有配套就是新民自由 公民社會發展 我要維權 我有律師可以找 我不會因為找律師而被恐嚇 你說黎智英那些律師團隊 就算在英國也受到死亡恐嚇 是啊 那你想一下 我外國在香港做生業夫 你想一下風險係數多高 嗯 而且你的問題在過去這兩年 經常說紅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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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線就是沒有標準 任你講 任你講 在這個情況下 你是根本跟法治將相抵觸的 一個法治社會就是講法律 為什麼講紅線 你現在不是 動一點就講紅線 你看看新加坡會不會講紅線 嗯 就是因為這些紅線 令到很多國際的銀行員 國際的資金都要離開香港 亦都令到大量香港的人才 和資金離開香港 那你現在這個 這個報告 完全不講這些說法之外 還要倒轉來說 說到香港各方面都要改善了 很大進步 升得很高 這樣很簡單 你每一個人在香港生活都感覺到 你看到的 這些是解釋不到的問題 那你說立論基礎 這麼薄弱 和現實相違背 根本一開始 香港國際中心排名 升法上第三個說法 令很多人都覺得很好笑 有些人很興奮的 湯文亮如果他要賣樓的話 很興奮的 終於找到一個理由 給我賺錢 如果他真的這麼開心 這麼相信這份報告 他就不只不要賣樓 還要買樓入貨 是啊 他說他賺夠 他說他賺夠 現在賺夠 那你問一下是不是退休 現在是 這些說話就任你說 但是這個和我們感覺到的情況 完全不一致 亦都和數據反映的情況不一致 你去最簡單 去中環去南韓看看 還有多少Banker在那裡 就是拿著杯酒來聊天 已經好笑了 是吧 那所以呢 你現在說急鋪的問題 李家超 就是之前經常說的 說到現在不敢說了 不敢說了 一有人跟他說就倒閉 什麼倒閉 香港倒閉十間 就開十六間 你也沒眼看的 我就瞎大雙眼看 真是到處都是吉普 你跟他講數據嗎 現在他就 現在美聯 美聯就有一個報告出來 不是美國聯儲局 就是美聯工商店 其實他們出了2024年第三季 街舖空置率分布調查報告 就研究香港四個核心區 其實那些核心區真的 你走不掉了 就極具指標性了 銅鑼灣、尖咀、中環、旺角四個區 也都調查了元朗和上水 就告訴你 這次是調查了241條街道 1907間鋪 四個核心區 總共錄得874間鋪 空置率11.7% 較半年前增加了150間 154間 即是說 空置率多了2.1% 你說閉10開16 為什麼不開多些 為什麼現在鋪不減反增 現在是 我就說 現在李家超所說 有倒閉也有開業 開業是開公司註冊的 開公司註冊 你以為真的做生意嗎 是 那些可以拿來走老的 可以拿來 就是給人家 穿桂桶底的 之前有一間藥房就是做這些事情 有人說 他倒閉之前 他自己開過另一間 然後他買的那些貨 全部倒閉在新店裡 你身體就是這樣 身體這個例子 就是李家超所說的 撿一開十六 撿十開十六 他撿了一間身體 又開一間健康 撿一開一 哪有撿到 如果這樣看的話 香港這條數是和的 但是李家超相信 他哪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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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騙自己和想騙你 自欺欺人 是啊 即是當我們傻的 當香港是傻的 當香港是白癡的 有些店鋪是開的 譬如說在千花咀的 魄力大道 以前周大福 現在開了一間公仔 是啊 就是這樣 那些名店變成散貨場 是吧 明明是貴價瑞士手錶 現在變成買電器仔 這些例子是有的 但是如果這樣 你撿一開二十都沒有用 何況現在不是 現在就算有這些 那些小店 開一間公仔 都是周街空舖 數字很清楚 騙不到人的 你說沒有用 大家不會相信的 你走到尖沙咀看看 是看到的 你不要說尖沙咀 我看到那些片 土瓜環 則如沖 也有很多空舖 元朗也有很多空舖 這些是有眼看的 你走上那些電腦牆 那些路牆 去到三樓四樓 全部都落窄的 以前黃金商場 是不休的 現在黃金商場也有很多空舖 甚至去騙寮街也有很多空舖 是吧 那你這樣說不通 你自己騙自己 怎麼用呢 你騙不到香港人的 我們去這麼遠 都看到片 都看到鴨寮街 那些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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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賣的商品 都沒有得做 這個很顯然 你說 執一開二 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意義 開的最多的是 俄羅斯生意 做港俄貿易 那些 就是規避制裁 所以開很多不同的商業登記 是 騙這個美國佬 然後被他制裁 以為真的做生意 如果騙到你的話 你就覺得 魚獲至寶 那這個特審就失職了 你還想借這些數 你騙到香港人 你騙不到中央 我雖然覺得 李家超的表現 他肯定不是一個精明的人 肯定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但是我覺得 不用很聰明的 只要有些常識 你就知道他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只不過他們現在這班人 只能唱好 不能唱衰 只能說假話 不能說真話 等於法官一樣 只要有了決定 就要扭曲所有的理據 去達到真實來的決定的一個效果 但是他說這些也好 官員說什麼也好 對公眾還有沒有說服力的呢 當然啦 公眾有權相信這個政府 你就相信 但是只要大家是有一些 基本的分析能力 感受一下香港社會的情況 下去游尖旺 甚至說到鴨寮街看看 你就知道什麼事 其實最好就是 你不要有分析能力 他說話不純密 這個特首之位 就很觀我自為之 最好就是這樣 市民和他一樣 那麼白癡 就不懂得去分析 不懂得獨立去分析 也不要有傳媒 踢爆他所說的邏輯謬誤 他就最開心了 他現在就算說 搞經濟也是做這些事情 最好就是搞一些很高調的事情 搞一些煙花 又一些煙火 又搞無人機會演 十一又是時候擦鞋了 然後現在又送熊貓來了 香港又要搞熊貓經濟 這就是得淡笑 這就是你一說這些事情 就讓一些經濟學者笑 他又不是笑的 但其實你的效果就是 起碼要撥冷水效應 近這兩天 李兆波 中大高等金融研究院的客座講師 李兆波就撥冷水了 其實說真的 熊貓這些事情 人有我有 尤其是在大灣區 對不對 在大灣區計 你只是在廣州 就是廣東地區 就已經有二十幾個熊貓 那你香港有六隻 有什麼大不了呢 是 那如果 你現在說銷 IP 就是說 將IP化 變成一個知識產權 然後每個人都拿這個熊貓 這個公仔 就抄別人 就是九州熊本熊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信報如錦然 已經預言了 現在政府就是想抄這個熊本熊 人人都可以拿熊本熊的IP 然後做不同的產品 那些高點師傅 又可以做熊本熊蛋糕 又可以做熊本熊玩具 熊本熊什麼 然後產生經濟效應 賣玩具 但是 你現在 你現在才想起要做 熊貓送到來 你才突然間 臨急抱佛 要抄 要有熊貓IP 這樣 現在 李兆波就說 其實 如果你要搞IP的話 假東西 是容易銷過真東西的 假的生物 比活生生的動物更加吸引 好像米奇老鼠 多麗麵 Hull Kitty 這些東西 不會死之餘有長壽 你又配合公仔紀念品 甚至乎拍照服務 就會大量收拾 就是你找人扮 你找人扮個頭套 扮米奇老鼠 周圍和人拍照 那你戴紅包是怎樣 戴紅包的人就說 有些市民就說 你被摸才有吸引力 現在香港去到的階段 官員說到沒話好說 要將香港的希望 寄託在一種 貧臨絕種的聖獸身上 老實說 香港現在是有熊貓的 香港有了熊貓二十多年 如果熊貓真的這麼厲害 這麼有生意搶頭 能夠挽救香港 香港早就發了 搶什麼頭 其實你中共 就所謂給你禮物 離離開開 離不開 那些舊主要就是送紅貓 但是真的送給你 要給錢的 紅貓要給錢的 現在還要不要紅貓 芬蘭就不要紅貓 根本就是圍不到被 找笨的 你覺得紅貓沒有令到 我的動物園多了收入 其實很多地方 美國也退訂 英國也退訂 之前Edinburgh也退訂 根本就是找笨 紅貓一方面就是和你友好 紅貓外交 表示親切 另一方面又收你租 如果你說真的送給香港 就不收租金 好嗎 是啊 現在又要擴大 剪盤 放六隻在這裡 現在更麻煩 因為你送紅貓過來 你又不好意思退 真相拆鞋 真相拆鞋 紅貓正啊 不要在這裡撥冷水 海洋公園主席龐建宜 要把六隻紅貓IP化 要開Youtube channel 要配合電影和故事配合 投資和製作 電影故事 你不敢叫他們拍港產片嗎 除非你說叫他們拍港產片 即是拍一套電影給一個角色去做 那些人可以代入 那就會專誠去找他 那你不會是吧 你不會搞這些事情 如果是的話 四川也會收你演出費 其實是 這個世界 證明你很無妄 自己都很失調 或者這樣 你不如讓鄭志光想想 鄭志光現在沒什麼 不是他不是沒什麼 退了這個CEO 就是這個新世界CEO 就說現在主力就是搞K11 和做公職 那做什麼公職呢 他主要有兩項公職做的 那就是他又做公職又做慈善 他現在就說 就是人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那就是很簡短的交代 就是自己呢 需要下一頁去想 那也都沒有說 以前他做錯什麼 就是沒有說這些事情 只不過就是 多謝他爸爸 多謝他伯爺 是吧 就是支持他這個決定 那樣 那其實呢 他主要就是 他原來這一年 就是這一年的盛事 其實他有他的份 就是盛事的 那些委員會主席 他有他的份 另一個呢 就是做一個 就是那些什麼 就是富二代 就是那些公職 就是做這些什麼 那就是如果 你搞盛事的話 你可以找誰 鄭志光想想想 鄭志光呢 你第一方面 就是要為祖國貢獻 另一方面 你就要做公職 那不如你現在 就是用盛事之名 就包裝公職 然後有外國 那你不如呢 近來有套戲 就叫什麼名字 就是在大陸 銷售不行 就是叫做一身獻給黨 是 你找這六隻大紅包 拍一次 一身獻給黨 你看一下行不行 行不行 行的話 你就真的 這樣都被你搞得行的話 你就真的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大陸那邊 一身獻給黨這套戲 他才能推銷 就是怎樣 才二百多萬 開畫票房 一百萬都不夠 真是糟糕 那如果 那些演員都沒有人認識的 又沒有劉華 又沒有其他 以前就是說 有套什麼 開國大典 找回來的大演員 那些大明星 全部都是外國人 可能現在呢 就覺得 怕被人說 全部找些 都沒有人認識的 那些人 就去做這個 一身獻給黨 但是沒有人認識的 那不如你試試找些 熊貓做 熊貓獻給黨 就是熊貓 就是你去做這個 盛事頭炮 行不行呢 可以絕地翻身 一身獻給黨 老實說 有幾多人會相信 在這個時代 還有人看這種戲 那些都不知道什麼人 老實說 你記不記得 長津湖煲得這麼大 來到香港 都要派票 一身獻給黨 好笑 就算香港01 外國都好像香港01 一篇報導 都非常之好笑 他講到 他就說 他就 在網上留言 就說 居然有人看嗎 270萬票房 誰去看 居然有人去看 一定有的 那些什麼街道辦 那些什麼大陸那些 那些關愛隊 拉隊去給人看 一定有的 原來有共鳴的人 不是很多 哪要看這些無聊電影 我接受黨的教育已經夠了 我花錢是娛樂 不是去上課 那些人就是覺得上課 一億黨員 為什麼不去看 黨員都不去看 誰去看 這真是笑料 真的 是 沒錯 如果 鄭志剛 好像他這樣說 持有 這個CEO 現在呢 又要貢獻祖國 要貢獻國家 又要做公職 他兩樣東西 混合 還蠟燒牛丸 一方面就銷外國 一方面又做回他的盛事 藝術盛事 找現在這六隻大熊貓出來 重新去演一次 Drama式去演 一身獻給黨 行不行 即是他 他怎樣持任這個CEO 當然有他很多 集團內部的 財団和經濟決定 這件事成為了 成女的一個新聞 當然他作為一個富二代 連家族生意都要撕齊 那可能大家要關注 那 問題就是 如果他的家族生意 都覺得他搞不定 自己是爺爺的事 那你對他搞這些城市 能夠記有多大的盼望呢 而且我們那裡都說過 香港那些所謂的城市經濟破產了 嗯 是嗎 香港那些城市是去年 一周年 其實他有份的 他就是做文化藝術城市委員會主席 坦白說有什麼效益 香港是不是都回來了 哈哈 很簡單 不是啊 教授 就是這樣說 你成不成功一件事 但起碼有前居可隔 有先來 是 即是你做家族生意 搞到一鍋足這樣 真的做特首也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甚至乎做完特首之後 他的股票 股票還升了 是 即不是沒有先禮的 如果我是鄭月彤的話 如果我是鄭家純的話 我支持他 真的可以貢獻祖國的話 哈哈哈哈 希望是吧 希望是吧 我們唯有 做最好的期望 做最好的打算 是啊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明天回來 928明天回來 好 拜拜